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当时有拍摄工作在墾店 然后他都会入了早排起床去做拍摄前的顿费 然后那一次是他一样早起 但他没有去提前做他工作的顿费 他反而转过身来先开免费 把他的生殖器放到了身体 那时候我整个很惶恐的受惊 我惊醒 然后我坚定的跟他说不要这样的主谓 但是因为爱于体型 爱于身材 爱于力量 就有后续的什么会发生 事后我只能催眠自己 这些这一切 都可能是成年人在交往期间 自然而然对我的过程 然后接下来是关于私密影片偷拍的部分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是发生在他家 在天母 他家的床上 然后那时候真是关的 我记得他把手机拿起来摄入 我很坚定的跟他说不要这样做 然后他事后才把手机放下来 然后那时候的我还跟他打勾勾勾 之后真的不可以再这样子了 我真的很不慘 然后他选择跟我说他愿意做到 他会被惹我这个承诺 但这个谎言什么时候被说过的 在2018年的9月份 中秋节的前夕 我收到了无数条网友 网名的私讯 在那一天 我的私密影片跟他的 在网路上被流传开来 我整个人反复住 嗯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跑去私讯他说 是不是 你 然后 你为什么 什么时候偷拍的 什么收入你的 以及 为什么你拍完之后 这些东西会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曝光在网路上 但他那时候的选择 回答我是说 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他不知道手机的影片怎么会外流出去 他只有回答我说 手机可能在前阵子送修的时候 被有心人士盗取的资料 但这个行为直到五年后的今天 我意想不可以接受 我也无法接受 我也觉得这个理由就是在敷衍 就是在逃避责任 至于他昨天的回复有提到说 他经过很多方法的调查 他去求证了手机的这件事情 那我想在这边为你 杨先生 这五年里面 你到底调查到哪些什么 调查到哪些资料 请你进行说明 还是其实这个影片就是 你没有拍摄者流出的呢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 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 拍摄影片 拍摄未成年的私逆影片等等 就是违法 这是不变的 请严先生针对以上几点 做正面回复 不要再视图有可能描述 事情 像你又对他提到吗 最近我还在跟律师做讨论 我当时对话记录很明显的 就是跟他说 我只有跟你一个人 发生过性行为 而且我没有免许过你性行拍摄 这些我们都有对话记录存在 在我的手机 在他的手机可能也会被奔 所以 对于他说的 对于他所说的 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无敌之谈 他确实是有发生的 所以他刚刚出现你是 不愿意看到他吗 所以你变得 我真的 我没有很愿意 我觉得 他这些道歉 不应该是我被抱出来的 我抱掉之后 他才跟我道歉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难过的点 就是他在文章里面 也有说到 他这几年也有 在试图的挑战跟改变 那在哪里 是整个其他的受害是什么 还是我不重要 还是很冷 还是他觉得这件事情 不重要 我觉得 今天 整件事情 等被爆掉出来后 才做造成 这个造成是很 很没有诚意的 而且我也觉得没有很重要 是怎么办 好 啊 真的 你回去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